醫院的重病患者需要坐船出來轉院治療 據湖南省防信辦初步統計 6月22日以來的降雨一共造成全省14個市州 115院市區1207個鄉鎮403.07萬人受災 緊急轉移人口31.13萬人 農作物受災面積295.16000公頃 倒塌房屋6369間 直接經濟損失60.14億元 引載死亡13人失蹤2人 目前災情正在轉一步統計之中 廣東台綜合報導 今早早相關水位已去到39.30米 超過1998年的紀錄 是歷史最高水位 今天下午5時開始 湖南長沙在全市範圍內 啟動了最高級別的防霜 一級應急響應 而我們今天關注的報導組 立即就跟隨當地 現在我們的記者楊宵 下午就到了長沙 究竟湘江兵的情況是怎樣 楊宵 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現在時間是晚上八點鐘 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南長沙市的雙江中路 順著手看過去 這裏水汪汪的一片就是雙江 雖然現在天色已經漸暗了 但我們可以看到少許的水面 在這個位置我們最新拿到的數據 就是在今天晚上六點多的時候 這個位置的水位可以去到39.47米 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呢 在98年特大洪水的時候 湘江長沙站這個位置的水位 也都折到39.18米 現在水位比當時還要高出了差不多30米 水位的上升亦都大了很明顯的影響 就是在我們看到那邊北面 這個湘江北面那邊是有一些防潤的工作人員在這裏 擠起了一個沙包來阻擋乾水 在這個靠近我們所處的位置 由於地勢較高 所以就未使用到沙包 不過我都可以看到 乾水其實距離放邊的人行的位置 其實距離比較近 可能只有1米左右而已 還有在所處的位置附近 還有一個隧道叫做南湖路隧道 是這個剛兩岸的居民通行交通出行的一個主要的通道 目前這個隧道雙漢四車道的隧道 都是因為這個洪水而被封閉了 再看來這邊 這個位置看出去那片類似樹林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長沙當地的很著名的旅遊景點 叫做骨子洲 現在看過去這個乾水 基本上跟樹的一個樹腰位就齊平了 本來要看過去是可以見到一些1米多的圍欄 但現在的圍欄是完全已經見不到的了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長沙市已經將防信的應急預警升為一級 這個也是最高級的預警 接下來也會繼續為大家留意當地一個順情的情況 廣東台記者楊瀟 姚雲 徐康誓 在湖南報導 天草擔心寶芯茶 今天的案件